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台北股市今天这个幅度不大 虽然开高之后尾盘也做压回 这个成交量10001至4亿新台币 我想下个礼拜观察重点 我们先来做情境模拟 第一个 川普很喜欢在礼拜六放话 休假没事做 七十几岁精力旺盛的老人 又荣登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 他也知道自己 他很能够善用自己的优势 他是标准的生意人 那礼拜六放个话 上次就是因为说要对中国 采取强硬的关税政策 所以全球股市 如滚雪球般的往下 对不对 记得吗 5月4号 5月5号 那这一次会不会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是川普 如果川普 礼拜六又告诉你说 我们跟中国已经达成某些协议了 那我们很乐见 未来中美之间的贸易纷争 很快就会有一个解决 我告诉你 全球股市是不是又无厘头的又反弹了 对不对 那当然 我们是假设 如果有这种情况 不过美中的贸易的争端 它会是一个持久 持久战 它不会是一个单独的议题 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为什么 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其实全世界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 跟共产主义对垒的状况 那你各位你想想看 这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为什么会有南北韩 很简单 苏联的崛起 那美国它始终都会塑造一个敌人 这是国家政策 这美国国家政策 它有敌人 它才能带领它的所谓的 它的群众 它是老大哥 去对抗这个敌人 它如果没有敌人 没有人要听它的 这是美国这五十年来 一贯不变的政策 只不过在 柏林围墙倒苏联解体之前 美国头号的敌人是苏联 你看看 即便是美国借入到南北韩的战争 美国借入到越战 其实都不会影响到说 美国它塑造一个敌人的目标 那苏联在解体之后 它的势力大不如前 那波罗地海三小国 甚至像这个南斯拉夫 这些过去它的一个随附的国家 也纷纷解体 那苏联的力量不如之前之后 中国力量慢慢崛起 那在尼克森 也就是基辛吉那个时代 基辛吉那时候国务卿去访问 中国那时候还没有建交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因为要笼络中国 去对抗苏联 他也不是笼络 他就是他不能同时去 面对两个敌人 苏联跟中国不行 所以他跟中国建交 跟大陆建交 是为了要一起来 等于说是 不要塑造两个敌人 那苏联倒了之后 换中国崛起 所以这个议题基本上 它是一个持久战 那或许人家会想 如果是持久战 那再打下去怎么办 是不是股票通通都卖光了 不是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既然是个持久战 他牵扯到说 他的政治 从政治面来做考量 所以这一次的贸易战 贸易的争端 我们不能讲贸易战 这贸易的争端 他的时间的背景是这样 历史背景是这样子 那未来的发展 我觉得有几个方向 主要的主战场在哪里 中国高端 2025年的中国制造 尤其在高端制造这一块 因为他们不会去管中国 你去输出这些低科技的 或是工业的刺激产品 美国不会在乎这个 他所在乎的是什么 未来的科技 比如说像是未来尖端 比如说像AI 比如说像智慧制造 比如说5G 但是AI人工智慧 基本上连美国都没有一个谱 所以基本上他不会把AI这块 当成是他主要打击的对象 可是5G这一块 因为我们知道 5G这一块 硬体的这些设备 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 事实上是蛮快的 尤其像华为 所以这次5G跟半导体 是美国要打主要战场 在这一块你们就要避开 可是你的资金呢 美国不可能全面去推倒 去打倒中国这些产品 不可能的事情 他今天打华为 就跟上次打中兴一样 打完中兴打华为 现在又打海康 那接下来还打谁 其实都锁定在这些 主要的战场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一边 你能避开尽量避开 这包含我跟你讲的 像大力光为什么这波 跌得这么深 像台积电这一波 为什么领先大凡下跌 对不对 那当然这些公司未来 我相信台积电大力光 他们自己会找出自己的路 可是因为外资他在卖 所以你短线上 你不要去接刀子 那包含像我们提到 像很多5G的光纤的这些 你短线上事实上就是要避开 那台商回流的这些股票 资金 这是未来的方向 而台商回流这些 包含像资产 厂办设备 是不受中美贸易大债影响的 应该这样讲 不会直接被K到 不会直接被K到 而且这些股票 其实外资持股比重 真正外资持股比重 没有这么高 那你的资金应该是要往这个地方去着手 那再来就是资金往非电子的地方移动 这也是很确定的事情 这个都是有因果关系的 生计 中国现在哪一个生计股拿得出来跟美国抗衡 哪一个你讲讲看 没有 所以老美你怎么打 你的拳脚怎么打 你川普再怎么定 你不可能在生计这个地方 你川普说我去 去封锁 北京人民医院 还是什么医药公司 没有一间公司 中国没有任何的一间公司 能够大到跟美国甚至欧洲 或甚至日本来做抗衡 没有绝对没有 所以这一块 打不到 它就是打不到 好不好 所以各位你稍微想一想 那我们的资金就是 我们把 这些在高档的股票 会受到中美贸易大战的这些股票 你抽离开来 比如说像这个细创 我当时跟各位讲 相对上面 它在一个算是高档区 那当然细创 我觉得业绩是不错没有错 可是 它的K线不对 而且 美中贸易大战会不会打到它 跟它有没有关系 没有人说得准 但是电子股供应链 会不会少到 一定会少到 环环相扣的 我不是说所有电子供应链 都会一败涂地 不是 我讲的是在高档 如果你买在高档 K线不对 在这里 短线上我们投资人 你要避开它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你资金抽起来 把资金抽起来 你避开一根跌停板 这边 十张是133万 更何况 还有高的给你跑 还有红的给你跑 这边一叉叉10% 那135块钱 十张135万的话 10%就是13.5万 隔天再跌停 这根关键 黑AK 避掉之后 你10张是避掉 28万 那如果你问我 我就跟各位讲 你反弹要走 有高要跑 我有没有提醒大家 有高要跑 我不是空头老师 相反的 我是积极做多的老师 手中我细创的 你自己看看 我讲的这一天 有高的要不要跑 收115 收115块钱 这个十张差11块 礼拜三 今天礼拜五 我跟各位讲 我说在这里 我们所做的事情 是11000点 带大家 全部把股票出清 而且我公开给你预告 我即将大买 回到大盘 我做个结论 我情境模拟 除非川普假日又讲话了 那个我没有办法预测到 我的看法是 美国股市在昨天 四大指数都跌 礼拜四晚上 今天 我预料美股 它会收缴 美股会收缴 或甚至不排除 它会反台 会小红 而礼拜一的台北股市 而礼拜一的台北股市 如果美股 你今天晚上是上涨 礼拜一的台北股市 开高之后 你千万不要随便乱买 我只讲到这个地方 而且我认为 礼拜一台股 会开高震荡 收黑K的可能性 比较大 我再强调一次 我的情境都跟你讲 除非美股 礼拜今天晚上大跌了 或是川普讲话 这个我们不管 那我认为 美股在今天拉尾盘的 这个收缴的可能性 比较大 那既然如此 那台北股市 礼拜一开高上去 有些股票要跑就要跑 赶快跑 跑掉什么 你去买 跟美中贸易大战 没有关系的 我在高档的时候 我也跟各位讲过了 你们都来给我做见证 来 5月23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 问自己 你现在才要卖股票吗 来得及吗 我4月24号在这里 公开给你提醒 全部股票要出清 我讲的这一天 4月24号在这里 来 台积电的高档在这里 这一天就是4月24号 我跟你讲的这一天 这里就是台积电 最高这一天 我请你怎么样 小心套牢 这一天股票全部出清 后来台积电从这里 美中贸易大战 川普讲话 一路从这一天下杀下来 我带你避开多少点 台积电这一波下跌 市值至少蒸发到多少 没有8000亿 也有5000亿 至少避开5000亿 以上的蒸发 全部你都可以做见证 在这里全部出清 现在回头还需要讲吗 我万一的高点 现在回头看 我万一 我卖在万一 我买在一万 我告诉你 现在你不需要再讲了 我卖在万一 未来我买在一万 卖在万一买在一万 我再讲一次 我在4月26号 公开告诉你 卖在万一 未来我要带你买在一万 老师一万多少 超乎人性的贪婪跟恐惧 准确抓到重要转折 这两句话 请你把它记得 是谁在4月26号 大盘在一万一的时候 大家都在贪婪的时候 告诉你说 全部都要怎么样 获利出清 我跟你预告 未来 我卖在万一 我要买在一万 可是有些股票要卖啊 杨维啊 反弹要先走一趟 我再讲一次啊 反弹先走 未来你才有资金 因为有的人舍不得停损嘛 但是 我是多头老师 你手中有两为的 反弹要先走一趟 好不好 丁老师告诉你 我没有两为 我当然没有两为啊 但是很多人 这热门股 很多人有啊 你手中两为的 请你注意听 听我讲 反弹请你走一趟 拉回才有资金买 你真的不会坐来找我 你高档买到两为的时候 你被套座说 低档没有走 情况之下反弹 建议你先出一趟 下来又要坐 真的不会坐来找我 8016系创反弹要走 8016系创反弹要走 不会坐来找我 5月9号的时候 我告诉你 我在市场最热的万一高点 全部出金股票 我卖在万一 未来我要买在一万 我告诉你 我不是叫您做空 我是希望你能全力做多 好 所以告诉大家 对这个盘市 现在大家都没有信心了 你可以看得出来 市场上都没有信心了 好 反过来我才告诉你 现在 我们要跟市场不一样 所以 我会组一个信心大联盟 如果被追剿了 我当时知道 被追剿会很难过 可是你被追剿的时候 你会有压力 那压力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想出场 你可能才要停损 可是 观众朋友 我一万一请你 全部出掉 礼拜一 如果台北股市开高 再往下灌下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会变成 所有想停损的人 完全失去理智 我受不了了 所以他还把股票卖到 没有尊严的位置 甚至有人想要放空 但是我告诉你 这些人 包含你看我节目 满手现金的人 请你们全部归队 我来带你 我们不要跟市场上的那些人 一窝蜂的一样 那些人是输家 你们要做赢家 我卖在一万 我要买在万一 我要买在一万 看我节目的人 满手现金的人 全部归队 我们准备大反攻 先进入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 好 下礼拜的K线 下礼拜的走势 我们刚刚跟各位有模拟了 我不希望下礼拜 出现开高之后 大家又急着杀尾盘状况 所以下礼拜一 不管美股怎么样 如果台股有开高 这基本上 你要唯一做的事情 是把有一些 跟美中贸易战有关系的 逢高先减码 好不好 那你的资金 我觉得可以转进到 非电子族群里面 这点非常重要 这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 你看 这个极短线 外资出脱滑海受害股 所以 你要避开它 三星供应链可不可以 可以观察 虽然不是百分之百 可是可以观察 那像 三星供应链里面 我讲 你在操作 其实你也要注意 我5月21号的时候 给你预告 不是5月21 我520的时候给你预告 我说它今天会上涨 可是521这一天 在9点40分的时候 是黑的 大家回过台尾盘 你看是开低走高 对不对 我们不要管 我们不要管这个地方 在这里你怎么做 就是你开低的情况之下 把你高档出掉 华为或是美中科技受害股 你把资金转进到 没有关系的 核心 9点48分买进 大盘黑的时候 买完拉涨停 对不对 那你看它的获利数字 去年全年赚0.25 Q1都是0.32 所以基本上它主要客户是三星 要打 基本上还要 还要打好多拳才留得到它 对不对 那你又出现了转机 所以在这里 你就可以减个便宜 那你一减 你就轻松赚10% 所以跟你讲 我不是空头老师 我是希望你要放空一些 不是放空 你要卖掉一些 一些股票 逸华店 有反弹减码 我跟各位讲过 就礼拜四一开 开低下来 如果你卖在这个地方 坦白来讲 是一个比较令人难过的位置 但是因为它开低 跳空开低 逸华店从这里 对不对 这边下杀这里 你看这个地方突然转抖了 所以这边急杀之后 会有技术性反弹 你懂吗 观众朋友 所以逸华店 你说 你昨天礼拜四你杀掉 你看今天逸华店多可惜 可是 你不可能 你买到礼拜四的最低 然后你今天把它出掉 没有人这样子做的 我是要各位把股票 卖到有尊严的价位 你买到 卑贱的价位 就是人家 弃之如必喜的价钱 你把它买下来 你买到 买在卑贱 卖在尊严 这样懂我意思吗 好 那至于逸华店 短线 极短线 它会反弹 反弹之后 在这个地方 我不再看状况 我是真心帮你的 上尾投控 在这里 建议大家资金就可以布局 因为跟美中贸易大战 是没有关系的 它是全球第二亚洲 最大乙烯数值 是亚洲唯一通过 基础认证的 锋利叶片用的数值场 它实地上面 它也投资了 很多锋利发电公司 那在这里 海洋风电 它也配息五块钱 去年EPS11.22元 所以在这里 我觉得 大家资金可以去转进到 这些股票身上 两维 反弹先走一趟 这个毫无疑问 不要问我 有反弹走 但是记得 不要急杀之后再卖了 不然你会跟逸华店一样 你卖到这个低点之后 反弹上来 因为我都事先讲在前面 有反弹走 两维 有反弹走 细创 有高要跑 好不好 急跌 不要杀 那你的资金 其实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转进到 跟 美中贸易战没有关系的 像液态 虽然说创历史新高 年增1.15倍 那当然今天过高 只有压回 可是我认为在这里 压回就是一个买点 因为它才这里 从刚刚上去 你对照大盘 观众朋友 来 我们看逸华店 来 大盘跌还跌比大盘凶 你看大盘是这样跌的 对不对 逸华店跌得更凶 还破 可是你看4163 它这边才刚刚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 你的资金就可以转进到 像这类跟这类 跟美中贸易战战没有关系的 记得一点 你要赚钱 就要跟人家不一样 为什么10个散户里面有8个书 不是你的老师不准 不是分析师不准 更不是电视报纸乱报 而是很多投资人 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人家贪 大家散户在贪的时候 你比他更贪 结果你都贪到高点 那我讲 我卖在万一 未来我要带你买在一万 我已经给你预告了 大盘下礼拜 如果有急杀 在杀融资的时候 那个就是我们要出手 买到卑贱的位置 什么叫卑贱 就是人家都不要的价位 我要买进 当人家 每个人都要追 很有尊严的价位 买很高的时候 我就卖掉 所以我卖到万一 未来我跟你讲 我买了一万 所以这些人 观众朋友 你要想想看 你现在才要放空 你现在才要出场 你现在才要停损的 不行 因为你没有信心 反过来 你看我节目 买手现金的人 不要再犹豫 请你归队 我会带你买到 最有尊严 最有价值的地方 好不好 在这里 跟着我们 全部归队 准备大反攻 我公开告诉你 我卖到万一 未来买到一万 请你们大家都一起来 当健胜 祝大家假日愉快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努力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